字幕提供 感動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 一場波蘭壯闊的社會運動 以鎮壓結束了 然後 國安法令到全香港市民 在言論或行為上 每天都可能 受惡在惡恐 拉了過萬人 受審判刑 暫時來說 路逐逐出現 人數也相當多 不少人被判暴動罪 當然也有人無罪釋放 但這些案件除非是很觸目的 裏面被審訊的人 知名度相當高 一般審完 判完大家都不是很關心 主流傳媒也不是 很詳細去報導 最近有一宗案件 是在前年7月28日上環的 激烈衝突 有44人被控暴動 分開三批去審訊 當中有24個被告 這是屬於第二案 有一個人認罪 20個人罪名成立 昨天在西高隆審判法院求情 亦有被告親自在 這個庭上去審訊 那些律師怎麼說呢 其中一位是石書銘律師 他說 不論這個暴動性質 這個如何嚴重 2019年一連串所發生的事件 不是一個人在搞事 破壞社會 亦有特殊和前所未見的背景 所有被告人都不是壞人 犯案不是因為他們本質壞 法庭需要考慮當時的社會事件 為何會引伸暴力事件 始終大家都知道2019年的事件 是在香港出現的震撼 很多形式 都處理不了 那時候出現的矛盾 如果不是 2019年的社會事件 這群被告不會在法庭出現 不會坐在犯人欄裏面 面對數以連計的刑期 石書銘律師這樣說 希望法庭能夠彈性處理 盡量輕判 阻嚇他們 社會之餘 他們都需要一個機會翻過這一頁 完成刑期後讓他們實踐對自己 對社會的抱負 這兩個被告代表第4和第2被告 都不是壞人 另外 也有些律師審訊說 這些被告是好學生 好員工 好家人 法官說我也同意 但他們絕對不是黑社會偶鬥那類人 法庭早前判另一個被告20歲 索取勞教中心和教導所的報告 說他有良好品格 建議判住教導所 法官印證報道是這樣說的 他不明白警察為何會拘捕他 那麼久他為何也沒有反省呢 另一個大律師回應 希望法庭就是本案特殊的背景 用這個教導所幫助年輕人反思 其中一個被告是早前認罪的 名字叫簡健王 今年24歲 一個年輕人 他選擇親自陳詞 早前是認罪的 他引述馬丁路德金的名言 暴動 是不被傾聽者的語言 他說 重犯不重犯不是在我 或者往後有沒有暴動也不是市民能夠決定的事 這個是 政權決定 他的陳詞是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他說閣下你好 多謝閣下勸於我申請發援 向法官說 但我選擇用暴動罪被告的身份作以下的陳述 我先說暴動的近一 7月28號本來不是特別的日子 是因為721 警方對暴力的縱容 令到很多人感到寒心 當晚是民憤最深的一晚 7月27號元朗 南邊圍的示威和7月28號本案 都承載著 這種對不公義的憤怒 大家完全知道721之後是728 721 被人 無差別打了市民之後 728很勇敢入元朗 走一圈 然後到 那天在元朗發生 南邊圍 事件之後 上環又出事 至於暴動的原因 我認為是民意不被彰顯 正如馬丁路德金所說 暴動 是不被傾聽者的語言 政府或法庭對於暴動的定性 正正是政府藐視民意導致民怨衝天 我直言 是暴動而不毀 是因為當個城市有暴動的時候 應該感到羞愧 不是人民 而是政府 當我們曾經相信和平的力量 6月9日1803萬人 6月16日200萬人 兩次各8萬人的遊行 井然有罪 展現出民意如山之意 更贏得國際稱號 但政府依然無視市民要求撤回修例的聲音 繼續獨斷獨行 引出以後一連串的示威 和暴動 當很多藍絲 經常說 你們沒有看那時候做過什麼 你們破壞什麼破壞 又做火魔師又去私了 你沒有想過 你這樣做是破壞這個社會的安寧 令到很多人不變 為何你這樣做 現在你是罪有應得 我聽完之後 我真的黏肢以鼻 咳嗽 吐口水差不多要 聽完之後 這班人 永遠都是說一些不說一些 永遠都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 永遠都是 好像我老入了水那樣生了草 思考能力是很大問題 人一男老豆殘 他沒有說到 發生 所謂的暴動之前發生什麼事 6月9日 6月16日 100萬200萬人上街 叫你撤回 你完全不聽 還要如期立法 跟著又說一些語言藝術 又說什麼 仇宗正寢有什麼暫緩 200萬人是什麼人 如果沒有發生 完全藐視民意的做法 怎麼會有往後 社會的衝突 所謂的暴動出現 一個城市 只有700萬人 在一個城市有200萬人上街 政府早就倒閉了 還撐那麼久 他現在還是牙斬斬 覺得自己 幸好我企硬 除了他自己得益之外 我想知道全社會是誰得益的 跟著這位年輕人 簡健忘 繼續去陳詞 他說7月1號的立法會 裏面 是你教我和平是沒有用的 這句塗鴉 刻劃了多數人的無奈 多少失望 有多數人悲痛 火光紅紅 暴動作為社會病徵顯而易見 但背後的原因往往無人問津 包括判暴動的法官 曾經有法官在判詞裏面說 不知道示威者爭取什麼 是什麼威 我認為示威者爭取的是社會上的話語權 去參與社會運動決策 所謂 還權於民 很可惜 現在制度沒有給市民充分的話語權 也沒有給任何 和平的方法扭轉這個制度 當社會充斥著 逆民 而無可反抗的政策 制度就成為一種壓迫 哪裏有壓迫 哪裏就有反抗 以昌江指出政團的毛澤東 一句點出了革命的恩友 控方勒以起訴我們的公安條例 是因為六七年暴動延伸 雖然曾經因為人權爭議而撤銷 但是主權而交過 在深圳的臨時合法會之中借私還民 並沒有民意的授權 這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簡健王 繼續陳詞是這麼說的 他說選舉快來了 隨著選舉制度被完善 立法會只剩下九份之二的直選議席 民意授權每方遇下 身為被法律管束的市民 我不敢想 我們還有沒有義務遵守自己從未同意過的契約 郭下聽到這裏就認為我毫無悔意 重發應機會高 等等 但是我認為 重不重犯 不在於我 或者往後有沒有暴動 也不是市民能夠決定的事情 而是 在於政權 在電影《武藏元蘇乞丐》的結尾 劇中的皇上擔心丐幫的人 多勢眾會威脅到他 要求丐幫幫主解散丐幫 丐幫幫主是這樣回應的 他說皇上 天下間有多少的乞丐不是由我來決定的 而是由皇上理由決定的 如果皇上治理得天下國泰民安 風衣足食 又怎會有人想做乞丐呢 有沒有道理 這個年輕人 看香港這個社會 給了很多很多 那些 歐斯闊 通透 明白事理 非常清楚的邏輯 他說 我期望的 是固然一個政府 還權於民 聆聽市民的聲音 並且尊重市民的民意 化解暴動的原因 但是政府現在就反其道而行 以鐵盤 扼殺 咆哮 不求解決問題 而是解決 提出問題的人 又怎叫市民安心 如果我能夠說到此 我就要感謝國下的 寬宏大量 因為能夠暢所欲言 並非必然 我要多謝我曾經的幫我的律師團隊 亦都多謝 為我寫求情信 我不想的人 我不想浪費 為我寫求情信人的心意 所以 我將十四封求情信 呈上法庭 有些是 多但是希望國下能夠勃勇 讀一讀 當 了解 當了解 一下我的 他會發現 如果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 正如剛才石大律師所言 我們或者不會坐 在這裏 亦都不會坐牢 雖然我案發的時候 確實有些魯莽 但是我並不認為 出發點是有錯的 撇除對我身邊的人的愧疚 亦都無愧於心 所以我不打算求情 但是歡迎 閣下興陪 最後他引一段屈原的尼蘇 挺深的 要查一段時間才知道為什麼 我希望沒有讀錯那些音 那些字是很深的 是這麼寫的 如故之 檢檢之患系 隱而不能捨也 這段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 我早知道 忠然直見是有禍的 原想忍耐住 但是又控制不到 忠然直見是會惹禍的 屈原的年代也是如此 今天 也是如此 指九天以為正是 父為靈修之故也 這段是為什麼呢 很簡單 他說 上子蒼天 請你給我作證 一切都是為了君王的緣故 屈原的年代當然有君王 今天所謂的君王可能就是指人民的意思 我所做的事 是為了人民 最後他說 在這個太平德好像太平間一樣的年代 太平間就是 停屍間 這份陳情信 是我嘗試活在真實之中一份小小而實在的掙扎 我的求情到此完畢 多謝閣下 大家聽完 這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民情並貿 邏輯 很嚴謹的一篇陳情信 大家怎麼看 我真是白感交叉 我看完一次又一次 幾乎熱淚刑控 我白感交叉的原因是什麼 固然 在2019年 參與這個社會事件裡面的人 現在被抓了 被控暴動 隨意連計 的判刑 這群年輕人 不是好似很多 上了岸的 收成期的 腦入水的 生草的藍絲 這麼想 這群人 原來是 老莽到不得了的 是烏合之眾 教育程度不高 是社會的失敗者 因為對社會不滿 乘機去發洩 原來不是的 他們 當然不是全部 很年輕 可以這樣說 學識很豐富 看這個社會看得很通透 邏輯很嚴謹 寫一篇陳情信 一點都不簡單 不是個個能夠做得到 讀少些書都不可以 我覺得 白錦交集 是因為 這群人的水平 高得那麼厲害 不過 因為 讀了很多書 對社會 很關心 對自己的前途 對其他的人 就是這個社會 他在這裏成長的 是欲他 養他這個社會 深懷感恩 所以他覺得這個社會沉淪 很不忍 於是做出 這些事 被警方抓了 他不是一群 亡命之徒 他不是殺人放火 奸淫努力 他做的事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而是為了這個社會 為他自己和他自己的下一代 更加好的 未好的未來 這群人 是一群社會的精英 是有識之士 我扮感交集另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 因為這樣的原因 被坐牢 被失去自由 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政府就是懲罰這些 關心我們這個家園的人 要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 很多人因為痛心 出於對這個 香港的愛 而造出 被政府認為犯法的行為 但是大家會想一件事 為什麼他們這樣做 他有沒有其他辦法 這篇陳情說得很清楚 一百萬人上街 二百萬人上街 這個政府無動於衷 完全是藐視民意 最後激出 民憤的爆發 而這一群 有學識 有水平 深愛著社會 深愛著家園的人 最後 被警方抓了 折騰了年紀兩年的時間 然後 最後被判刑 很多人 因為 覺得這個社會沉淪 沒有得挽回 沒有得救 被迫離開他的家園 懷著非常沉痛的心情 向他 生於師 獎於師的地方 劃別 我們這個社會 政府就是這樣 對付 這一群 我認為是 有大好前途 的年輕人 這群人是不想躺平的 結果 結果就要避一個嚴厲的懲罰 這群人是充滿理想的 結果 就有幾年失去自由 這群人想 改變這個社會 為他們的下一代 為他們自己的美好前途 盡其一分能力 結果 全面被鎮壓下來 我們是對年輕人不住的 我們這個政府 我們這個社會 是對年輕人不住的 因為他懷著一個 滿腔熱誠 希望可以建築一個美好的家園 最後落得如此的下場 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 當城市有暴動的時候 應該感到羞愧的 不是人民而是政府 我覺得這句話說得很對 為何會有暴動 大家不想安居樂業嗎 大家不想吃 餐安樂茶飯嗎 為何會有暴動 他們又不是搶掠 又不是 藉著這個社會的不安 去逃利 謀取私利 不是很多好像成年人一樣 很多成年人都是這樣 發戰爭財 發災難財 他們不是 從不從犯不在於我 往後有沒有暴動 亦都不在於市民能夠決定的事情 而是在於政權 今天你用這個強烈的鎮壓的方法 真的要鎮壓下來 不是等於事情來解決 我經常都說 三個瘡 就是 含了龍 你不理它 蓋住它 包著它就可以了 會難辱的 會出事 現在的政府就是這樣 他以為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用愛國主義教育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廢話 這班人完全不用腦 但是集體不用腦 集體用納稅人的錢都是不用腦 所以我不打算求情 但是歡迎各下輕盼 很敬重這位年輕人 我希望 直接坐牢 他都不需要失去自由很長的時間 我認為要出來 出來 出來是一個小監獄 變成一個大監獄 他離開這個地方 前途會更加好 他應該為自己的將來打算 說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TCH 繼續支持我心靜有關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